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要得说说一件事情 就是习氏父子和佛教的渊源 那么习氏父子主要讲的就是 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 他们与佛教的这个渊源 那么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是你要看清楚目前这个局势 它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维度去解读目前这个局面 那么大家都知道 在杭州啊 有座著名的 在整个海内外非常著名的寺庙 有一部电视剧《纪公》 纪公它的那个寺庙叫什么寺庙 就是今天的杭州的灵影寺 那么杭州灵影寺是中国十大寺庙之一 非常厉害 非常灵 香火非常旺 尤其是这两年啊 尤其从今年开始 由于全球啊 这个政治动荡 局势紧张 会导致逆全球化与经济下行 啊 国内的经济形势呢 也不如前几年那么好 那么很多年轻人啊 由于就业压力比较巨大 所以说呢 都纷纷选择求佛的路 所以说呢 再加上杭州的灵影寺和普陀山 以及北京雍和宫 这些寺庙呢 都有新的管理人员 在这里呢 将寺庙网红化 推广 那么再加上本身呢 就比较灵 再加上这些现代化的推广 以后 那么这些寺庙呢 这个香客非常非常多 有的们都要去这个灵影寺啊 求好像是48块钱 一串的医务生产的 这个十八枕 十八种颜色 十八个猪串 那么很多生活在杭州的 或者说在杭州的外来人员 在这呢 都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灵影寺的正门 就是他的那个正大门 是从来都不开的 啊 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几个写的灵影寺 很多人在那排队打卡拍照 那都不是正门 所以有人在网上讲 昨天在拍摄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 去了灵影寺 但那正门打开了 正门打开了 迎接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 很多那拍视频的人就说 我来杭州二十年了 没见过正门开过 那么最近有网友说 老逼你最近的节目比较有意思 啊 这个这个 我来给你打赏 但是由于最近可能这个银行系统跟微信之间啊 或者跟支付宝之间又进行了一些什么调整 我给你打不了赏 我比如说没关系 心意领了啊 你能打赏的帮我打打赏 打不了赏的那就算了 这个东西呢也是啊 讨个好玩 你说靠打赏能 能能怎么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其实从今年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啊 经济下行以后 大家其实也不怎么打赏了 对吧 我也说这东西量力而为啊 你 我对这个东西是很无所谓的 你 告诉我说打不了赏 那我想给你打赏 老老妹说心意领了啊 谢谢各位啊 因为最近说的节目呢 为什么比较有意思 这个东西才是大家的生活 我肯定跟你讲国际局势 那离你太远了 当然其实离你并不远 但是呢 我跟你讲的像这些事 其实它都可以串联起来 你像傅小田 这个事我都后面我要讲到 傅小田我就告诉各位 这秦刚啊 陈炉贵 为什么会喜欢这只狐狸精 喜欢这个红颜祸水 他的喜欢的机制是什么 那他们为什么又会生了孩子 他们在床上那些事 咱们都没看到 但是老兵啊 用我的精心天平啊 可以去感知到这里面的事 用我的精心天平的这颗心 我可以去感知这里面这些事 以及我的经验 啊 所以说这个事呢 先暂时先就讲到这儿啊 给大家去说一下 那么重点 我们再来讲这个林影寺这个事 那么首先大家要问 那林影寺大门为什么不开 自古以来啊 从林影寺建设开始开始 这大门呢 就是给皇帝开的 这大门给皇帝开呢 那康熙当年来林影寺 啊 那就给康熙开的是什么 正门 所以说康熙走的是正门 那之后呢 他孙子乾隆 啊 也就是爱心觉罗红利 也来这个林影寺 但是他当时呢 是微服私访 那微服私访呢 那僧人就说 不相信你是乾隆 他们也没见过乾隆 就不相信 那就不给他走这个正门 他亮明身份了 对方还是不相信 还是不给他走正门 呃 之后乾隆呢 就下了一道指 就说 既然我都 这门都走不了 以后谁都别从正门过 所以从此以后呢 这个林影寺这个正门啊 就是不开的 啊 就是不开的 啊 那么在之后 建国以后 或者建国前这段时间呢 我们还没去了解过 啊 有有有开过或没开过 大家都说一说 哪开过 开没开过啊 那么这个 巴萨尔阿萨德来了 那有传说说习近平前几天去了 啊 去了林影寺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 这个倒是不一定是 是是是是真的啊 倒不一定 倒不一定是 因为因为因为林影寺 他的这个 这个客流各方面都比较大啊 去没去 你说习近平有没有去 这个我不清楚啊 我也我也不知道啊 或者说 我感觉这可能啊 谣传的比较 成分比较大一点 但巴萨尔阿萨德去了 那这个故事就好玩了 那巴萨尔阿萨德呢 你要说按照古代标准来讲 他也是个皇帝 啊 人家是叙利亚总统 那么巴萨尔阿萨德 他是什么派系啊 他是伊斯兰教 什叶派当中的一个分支 叫阿拉维派 阿拉维派 所以我说过 你沙特阿拉伯 沙特是信奉什叶派的原教旨 而不是 是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 啊 萨兰特教义 或者叫萨兰特主义 我们又和称之为瓦哈比 瓦哈比就是什么 迅宁派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比较极端的 这个是 等于说他们的国师 就是 伊本沙特 就是我们叫沙特阿拉伯嘛 他们一家子就叫什么 沙特家族 叫伊本沙特 开国皇帝 他们的国师 就是这个瓦哈比 所以说你会看到 沙特阿拉伯是很这个什么 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国度 以前你外来都去不了 他非常的这个封建 在沙特的广场上 你弹奏西方的乐器 宗教警察上来 把你手指头都给你折断 我是亲眼在沙特建设过 然后把你的那个吉他给你砸掉 盖在你脑门上 给你关起来 手指头 手指头就这样给你折断了 大家都知道你打篮球的时候 手指头吃萝卜干 是很痛 是吧 你正给你往后 手指头给你往后这样折下来 你说什么感觉 手指头给你折断 他宗教警察可厉害了 那也就是说 你看他也有想法 说要跟以色列怎么样 要建铁路啊 跟美国啊 跟印度 那你看习近平 我说过 马上叫什么 Tukumastan 这个 科威特 科威特 他呢 这个国家呢 也是有众多的实业派 他靠近 这个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 叫巴萨拉 那个地方我去过 巴萨拉也是 这个伊拉克南部 主要全是这个实业派 所以说呢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那也就是包括这次 叙利亚总统巴萨拉特过来 所以习近平 他是在这个方面 他是要团结实业派的 而实业派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当中 是最最团结的 实业派 他们相互之间 最团结 逊尼派 没有实业派团结 你看到没有 阿拉伯之春 都是什么 逊尼派国家完蛋 啊 政变完蛋 领导人下台 但实业派国家 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唯一在实业派这边 闹得比较凶的 就是什么 叙利亚 叙利亚是什么 逊尼派占多数 实业派占少数 但是他的领导人 是实业派的 所以说中俄 马上要支持他 伊朗支持他 他就什么 巴萨拉萨德政权就没倒 包括俄罗斯亲自帮助 这个实业派的阿拉伯一派 在这里打仗 所以说这一次 让巴萨拉萨德 能进这个林影寺 走正门 这个里面就是习近平 想要团结整个实业派 给你这个领域 给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叙利亚 叙利亚才是当年 我们讲的这个阿拉伯帝国的 核心地带 他不是在今天的沙特 他是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大马士革 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就巴克达 大马士革才是什么 当年这个阿拉伯帝国 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就是这个什么 大马士革 所以这些事情 大家要知道 他搞这些礼宾 外交礼遇 他不是随随便便的 而且习近平父子 是相信佛教的 对吧 你看习近平在内部讲话 那个视频就讲了 头顶三尺有神明 同样的 他也说过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共产党内部 这个视频没看到 但是是有这样的一种 管为一种流传 就是说 他说共产党和佛教之间 不存在冲突 而且再加上现在这几年 这个佛教在他的治下 这个佛教大肆被推广 这个如果没有上头的 这个许可 宗教事务管理局不放口子 你这些 跟佛啊 寺庙啊 这些相关的 网红化 这些寺庙 他不可能在网上大规模推广 你想想看 在当年这个 文革的 文革的这个 这个时候 你说你这些宗教的时候 那时候政策就是 压紧收缩这个宗教嘛 宗教场所 是被主要 这个披露的对象 那那时候你看看 那那时候能推广吗 推广不了 所以说呢 再加上也传说这个 习近平母亲齐心同志 也喜欢去某些这个山上去拜 烧香干嘛的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佛教与共产党不冲突 其实在邓小兵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大家也都知道 你浦多山的第一柱头香是谁烧的 不就是邓小兵 邓小兵嘛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 说句实在话 那佛教跟共产党是不冲突的 那么 为什么要大肆推广佛教 其实很简单 这是还是更文明 大家要明白啊 今天我们对抗的是什么 西方 魔鬼统治的西方 西方今天的 这个整体的意识形态 这道思想 是犹太教 而且是变了味的 假犹太人 可萨犹太人 他们 是什么 啊 这个崇尚的这个犹太教 但是这个里面 啊 这个里面是 有巴黎邪神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这里面是什么 他们实际上信的是撒旦教 撒旦教 撒旦主义 信奉撒旦主义 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像 雷哈呢 在超级晚上跳的那个舞 都是红色的 你没发现 现在西方跳舞 很喜欢弄那个三角形 他们喜欢做这个三角形的动作 那不是光明会吗 美元后面的那个前部也光明会吗 中国 零九版的 一元纸笔后面 也有 那个纸笔上也有这个 这种标记 六芒星的标记 所以说这是什么 这个是 我们讲的 是他们与神之间的一种 一种沟通 一种交换 他做生意那么厉害 他实际上是有跟这个魔鬼达成的某种契约 所以你看他们的眼神 跟魔鬼达成契约的这些 可萨的这些商人 你比如说像扎克伯格 那种眼睛你瞧那两个眼多得吓人 你瞧他们那两个眼睛多得吓人 那像这种事 有跟神之间有交换 我身边就发生过一个 我说 所以就我昨天讲的 也叫萧建华这个事 就是说 你命里面有多少钱财 是什么 是指定好的 你命里有多少个孩子 也是指定好的 那 我说过 你可能命里只有一个孩子 但你强行要两个 你就容易出事 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什么 他就是有一个 他的女儿出生了 是浙江胎中的地方的人 他女儿出生了 那 他们重男性女 家里比较有钱 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呢 生意就好了 大概到五岁的时候 好了这五年 赚了非常多的钱 这个女儿呢 给他们是带来财的 那他呢 浙江浙南那个地方人呢 也是跟福建人一样的 要生儿子 要生得多 那么他就呢 一直都想生儿子 一直都怀孕 怀不上 然后呢 又生了一个 女孩 那女孩呢 也不放在心上 然后呢 就发烧死了 放在老家里带 发烧就死了 那他就想要儿子 他就到普陀山去求观音菩萨 说菩萨菩萨求求你 我想要个儿子 哪怕让我少赚点钱都没事 让我把我的钱都都给交换了 都没事 好 这就交换了 他就真的生了儿子了 但生了 他女儿五岁的时候 他生了这个儿子 生了这个儿子以后 家里事业一落千丈 都是被自己的亲戚 因为浙江南部啊 那个地方 温州啊 台州人 亲戚 他们不像福建人那么那么团结 亲戚之间 他们是亲戚之间 看到你做什么生意 借你的路 他就自然这个地方 就说要要要借路的 就来讲叫借钱不借路 但他们会借路 好了 你的生意被亲戚蚕食完以后 他就一落千丈 是啊 是给了你一个儿子 但是你事业垮了 所以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跟神 或者说我们讲 你去拜一些邪神 你在东南亚 找那些阿赞 黑衣阿赞 给你去请小鬼 请地同古曼 请鹰盘 那就是你跟鬼 在达成某种契约 你得要交 你得交换一些东西 其实在这里 你去求神 求佛 也是的 那这个现实的例子 就让我可以去联想到 说 整个西方 他们可萨犹太人 声音那么厉害 他就是跟魔鬼 撒旦达成的某种交易 达成的某种交易 所以他们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像索罗斯那样 去把这个世界搞乱 让这些生命消逝 给撒旦去吸食 这些逝去的生命 我觉得这种机制 是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说 今天对抗西方世界 形而上的东西 就是这些撒旦教 这个东西是 俄罗斯梅德维杰夫 卡德罗夫都说过 我们今天反抗的 就是撒旦主义 他们读信这个 耶稣的这个东正教 这是基督教的最正宗的 他们也知道 新教和这个天主教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 我说新教是兵役 天主教是打工的工艺 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 欧洲的天主教 他们在这里打工 韩国呢 也是韩国国教 也是天主教 也是在那里打工 对吧 你看今天东盟 十个国家 只有一个是 信天主教的国家 跟中国闹 哪个国家费着病 这些宗教的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所以说 习近平既然说过 佛跟共产党不冲突 那为什么不弄这个道术 道教啊 和印度的印度教是一样的 道教是中国自己的 印度有印度教 但佛教是什么 中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的结合体 今天西方 他摩西出埃及记 偷了埃及的设计 他在融合这个 梅索不达米亚的东西 埃及 古埃及梅索不达米亚的结合体 就是当时的这个古罗马 是那是那个 那个古罗马 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古罗马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今天西方 他自己没有自元系文明 犹太教不是自元系文明 但他同样古老 他的历史跟中国人的历史 是一样古老的 那为什么有他们的存在 这就是我讲 在宇宙的维度当中 宇宙是运动的 你人类不停的要自相残杀 让你的科技去进步 到最终就是进入到 刘慈欣讲的三体的世界 就是我们讲的四次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兵一直都说过 那你西方控制了 你偷了古埃及 跟梅索不达米亚的东西 在这里 对吧 你的文字 你西性文字 不就是梅索不达米亚发明的吗 就是那一串 我们讲的英文字母 这东西都是梅索不达米亚的 西性文字 然后古玛雅是被压制的 用毒品压制中美洲 他们吸着这两个文明 偷着这两个文明的东西 那中国就是什么 习近平最诚意识 他看得很明白 就是大乘佛教 就是古印度文明 跟中国文明的结合 那我很喜欢去很多寺庙 你像在今天的这个 有一个地方 在刘迦峡水库 在这个临下辉足自治州 就是甘肃那边 刘迦峡水库那边有个叫 秉林寺 秉林寺里面的那些 石库里面的那些艺术 他就是从佛教 刚刚传入到中国的 最早的那个形态 包括你还麦基山石窟 他这里面就是 就是印度的那种佛 就是古印度那种佛的 那种形态他有 然后你在我内地看 他就不一样了 就开始就是被大乘佛教 就中华自元系文明 和古印度自元系文明 相结合就是今天的大乘佛教 那习近平的意思也很明确 零隐私大门 我给你巴塞阿萨德凯 你们什叶派是相当团结的 逊尼派因为他内部有 穆斯林兄弟会这种世俗派 还有这种我们讲的 这个叫做瓦哈比 还有这个正统派 他们之间不团结 所以他们容易什么 被利用 再加上你看沙特 逊尼派的代表 你跟以色列去搞铁路 为了利益 是逼脸都不要了 所以这就是说 习近平看到这一层意思 那实业派我团结你 我可以 我的 我用什么团结你 我在宗教上 也可以跟你团结 所以说实业派 正是因为实业派如此之团结 天主 前几年 天主教的这个教宗方西各 亲自到伊拉克 一个地方叫库姆 去亲自去拜见 实业派 伊斯兰世界最高精神领袖 西斯塔尼 就是你今天那个 这个伊朗那个 这个叫 这个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 包括他的前任霍密尼 那见到西斯塔尼 那都是小弟 所以西斯塔尼 当年在伊拉克 他是 他是整个实业派世界的 最高精神领袖 萨达姆都不敢对西斯塔尼怎么样 因为你敢把西斯塔尼干掉的话 你萨达姆你就 整个实业派就给你 就把你毁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看他们就什么 听主教你看到没有 方济各 他就是要去什么 找西斯塔尼 去 哎呀 大家都别逗了 别闹了 哎呀 怎么怎么 暂时性的安抚你 然后你要知道 我在讲另外一个事 方济各 为啥一定到蒙古 对蒙古实际上是对中国搞外交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习近平曾经待过这个 河北的镇定县 河北跟山西是中国在 魏晋南北朝时代 佛教真正启示的地方 就是在河北 就是在山西这一片地方 五台山到镇定这一块 那也就是说 今天西方他知道 你在用这个行而上的这些大乘佛教 你要启示 对吧 而且你镇定县也是习近平 这个仕途的开始 所以说中国天主教传播最迅猛的地区 就是河北省 河北省的 你去看现在的河北省农村 全是天主教徒 而这一次到蒙古 到中蒙边境关卡过去 这个出镜警察盘问 是去干嘛的 这些人一定要到蒙古去建教宗的 大部分都是河北人 所以这里面的这些 深层次的事 老兵都给你洞察出来了 你这样去想想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为啥 就是要天主教来 在农 用你毛泽东的战术 农村包围你城市 所以说河北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 天主教的这个发展 相当迅猛 尤其在中国北方 包括山西河北这一片 信这个天主教教的 特别多 所以 仿佛这个方基哥看到点什么 他一定要到蒙古去 主持MISA 然后呢 见见你国内的人 尤其这个地方过去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的 当今世纪的这个斗争啊 它的最高形而上的 这个形态 它就是这些宗教和文明之争 那文明是 具体是 文明的 集大乘者 不就是宗教吗 对吧 所以说 这次林颖寺 正门给巴萨尔阿萨德 开了 集二龄的时候 有多少国际政要过来 开会 杭州峰会 有开过这正门吗 为什么巴萨尔阿萨德 给他开正门 还是拿总理李强的飞机 去接他 那个地方 是一带一路 中东的出海口 团结整个失业派 穆斯林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好了 我们要讲 那习仲勋跟 这个 有什么关系 跟佛教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呢 现在就是说 坊间有一种传闻 就说 习近平能当上国家主席啊 跟他爹做的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关系 那就是修复了 南华寺啊 六祖惠能的真身 是有关系的 大家知道南华寺 广东南华寺吧 南华寺啊 他有一个露身真相 就是我们讲的 六祖惠能法师的肉身 千年不符的肉身 当然他这个千年不符呢 本身是当时是做过这个防腐处理 像这个木乃伊这种处理这种方式 这个呢 我们是要遵求这个科学 但是他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待遇 那也是跟六祖惠能的 他的佛法是有关系的 那什么是六祖 那祖是分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 到了六祖惠能呢 他是禅宗的最后一门 那禅宗呢 谁 那一祖是谁 一祖是达摩 达摩祖师 六祖就是惠能 那最大的这个禅宗的这个 这个啊 最后一门也是最厉害的一个 传播很大的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叫灵济宗 日本 他们信的这个佛教大部分 就是这个灵济宗 所以日本人对于这个 习仲勋去修复 六祖惠能法师的这个肉体真身像 在那边是广受好评的 但这个 这只是说 我只是讲一下这个意思 就是说 日本人他有多像 庞氏系统 有多像星主体系统 那么这个是什么事呢 那个1976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 不是魂华大革命 红卫兵 广州那边 这个广东那边红卫兵 冲进这个南华寺 那么去把这个六祖惠能的这个真身啊 啊 要给他给捣毁了 但是坊间是这样讲 就说拿这个棍子 去打这个六祖的这个脊椎尾 这个齿骨的时候 打的那时候 说是流血了 后来又把他这五脏六腹给掏出来 肚子上捅一个洞 掏一个洞 啊 扔的整个寺庙里到处都是 那发生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事情 惨绝连环的这个事情 当时呢 也给他们吓住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流血 或怎么样讲 这个我也不我也不清楚 这个没也没办法考证 他也没有没有具体的文献的记载 但是呢 是有这么一个事 啊 就像我们讲野史是这样讲的 有这么一个事 那最后当时呢 南华寺的这个住持 等红卫兵走了以后呢 就把啊 六祖惠能 蝉吃的这个 啊 这些身上的这些组织 人体组织 给他装到盒子里 埋到后山去了 后来大家也都知道 那就过了很多年以后呢 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不结束了吗 当时呢 1979年 南华寺住持呢 到了北京 参加这个啊 就是佛教协会的一些会议嘛 当时找到中国佛学院的这个院院长 也是这个啊 在佛教比较 造语比较深的 也是也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大书法家 叫赵补初 找到了赵补初 就说了这个事 那赵补初大家都知道 他对这个佛教 对中国这个 爱国爱教的这个贡献是很大的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嘛 对吧 当时中日友好不就是以这个佛教 这种洪扬佛法 相互传播为依托嘛 那么赵补初当时就直接给十论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 就写信了 当时习仲勋呢 立马就是什么 找到了南华寺 说你南华寺要把这一个六祖惠能法师的啊 都给他修复 当时南华寺是拒绝的 因为在文革大革命没结束那两年 啊 你那时候又是中越自卫反击战了 然后又又是这 那政治气氛呢 也是不明朗 对吧 中美刚刚刚建交 1月1号刚刚建交 也形势各方面不明朗 那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氛围呢 还还有 它只不到1982年以后 稍微好一点 在那时候这种氛围 那南华寺就拒绝 南华寺拒绝 那么这个习中心就说 我现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你不信也得信 啊 你不信也得信 所以说呢 他们这南华寺就什么 把这个六祖惠能法师的这个真身啊 给他修复了 就今天你去南华寺去参观 啊 你就能看到六祖惠能法师的 他的这个啊 肉体的真身 再加上那紫檀木啊 啊 在在后面就是说 那那六祖惠能法师 他的这个身体里面 好像有一根这个木头啊 还是一根铁 就是说支撑着啊 但是他的这个 他自身的那那些组织 是在里边的 但是他真身舍利 那叫真身舍利 习中勋就是 挽救了六祖惠能的真身舍利 然后呢 在紫檀木上面就刻下 那个这个故事 这段故事都刻下来了 因为当时习仲勋是广东省委书记 兼任 中国这个 所有的宗教事务 就是他管 就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局长 啊 宗教事务都归他管的 所以就这个一个事呢 就是习家跟这个佛教 就是什么 产生了一个啊 就结缘了 那六祖惠能 为啥叫六祖 啊 灵济宗 很厉害 啊 对吧 这个佛法是相当相当的牛逼的 啊 第六个组啊 禅宗最后一门 第六个组 那所以说你就会看到这里面的一些事 我相信习仲勋跟 啊 习总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讲的肯定是更加详细的 啊 然后你看哎 习近平当年从梁家河出来以后 他去当副县长去了 你说什么地方的副县长都不去当 就到河北石家庄镇定先当副县长 镇定是什么地方 隔壁是无极 这里是镇定 镇定啊 那也是一个东魏时期 东魏时期佛教的一个啊 光辉灿烂之地啊 你现在看看这些河北镇定县有多少寺庙 而且这些寺庙有是很牛逼的寺庙 习近平来了以后 他就是重点就是什么 修缮 灵济宗 灵济寺 镇定到五台山五百里 文书菩萨 啊 这个这可是 这可是这个相当相当牛逼的 啊 文书菩萨大家都知道 四大菩萨之首 五台山那个道场 是中国所有佛教四大圣山之首 就五台山 啊 就五台山啊 盖罗顶 啊 是吧 啊 你有的人你要前程 你都得跪跪着 跪着跪一路 你就得得得得转一下 五台山啊 是吧 那个 有什么舍利子 啊 佛孤舍利 啊 所以说这些 这些事 你看到镇定县去了以后 啊 为啥去镇定县 为啥要到镇定县 要去修复这些文革 浩劫之后的这些宗教场所 而且是灵济宗 啊 这一南一北 这个圈就什么 画园了 但是 所以说 这就是说 习氏父子和佛教的这个渊源 就是这么大 所以说呢 坊间就说呢 那 习总 后来在这个 当年 大家也都知道 当年是这样安排的 那李克强当总书记 陈良宇当总理 但是陈良宇在 时期大之前 我们也都知道发生什么 那习近平从 浙江省委书记 调到上海市 当市委书记 进入中共中央 啊 递增增补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以前还不是委员 直接就两个月 就是委员了 那陈良宇当时 也有陈良宇自己的想法 啊 你温家宝 胡锦涛老是来上海 来要钱 啊 我们上海也要留点钱 要把上海先搞起来 啊 先慢点转移 把上海先搞起来 然后再辐射全国 当时陈良宇 他这个想法没错 陈良宇他也不是什么贪官 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就弄个社保 那那是 这是一种方式 不是进他自己口袋 这是要发展 对吧 再加上这个 说搞来搞去 就二三十万 是他弟弟还是怎么样的 当年一定要给他 扣一顶帽子 把陈良宇给弄弄弄下去 但也没办法 这就政治牺牲的 政治斗争牺牲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牺牲品嘛 那之后什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家就说了说 啊 为什么 习总能当时直接 有这样一个 一个机会 啊 原因是什么 就是跟习总勋 啊 修复六祖 慧能的肉体真身 是有关系的 你第六个祖 禅宗第六个祖 最后一门开什么玩笑 这灵济宗的影响力 有多大 我相信了解佛教的网友 大家都清楚 那么现在 那么就后面 我们来讲这些事 为什么会有火箭军 李尚福 秦刚这些事 傅小田这只狐狸 这个 这个只妖孽 在这里弄事 我说过 傅小田 他就是 啊 谈 北京谈这次 发现的那只火狐狸 你狐狸进寺庙了 你不就打击了 对吧 啊 然后这一次呢 火 火酒见 水淹 捉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啊 要保两个地方 啊 保两个地方 啊 一个北京城 一个镇定 不是 一个是 雄安 那水淹捉粥 那捉粥这个地方 又是六祖惠能的祖籍 六祖惠能 他虽然出生在广东 但是他的祖籍是哪里 是古代的一个地名 叫泛阳 泛阳在哪里 今天捉粥 圈是不是画园了 水淹捉粥 捉粥出三个皇帝 刘备就是捉粥的啊 其中这一个刘备就捉粥的 啊 所以说 这个啊 水淹捉粥以后 之后就出现什么事啊 冯教授 出车祸 死了 军事AI的 领军人物之一 冯教授死了 紧接着7月7号 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出事了 再之后 秦刚出事 傅小田 打击 闹事 闹事了 秦刚也出事了 再之后就什么 李尚福 整个火箭军 国防部装备发展部 都是事 所以我就说了 这就 这个 这些事 他他这个 都是首尾呼应的 因果 报应 首尾呼应啊 这些事 你看这个圈 是不是画园了 大家网友 大家想想看 这圈是不是画园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最最大的因素 就是武统台湾 那那为啥会有水淹捉粥 为什么会有这个台风 直接就干到北京 河北这一带了 多少年都没有的事 就是台湾问题没解决 台湾问题没解决 B事就给你来了 天时的事 地利的事 人和的事 都给你来了 因为 和酒必分 分酒必和 你现在分了这么久了 还没和 中华民族的内核老四 就给你发怒 给你颜色 这个圈不就画园了吗 你谈这次的狐狸 谁啊 那不是傅小田吗 他不是狐狸精 他是啥 谁沾上他 谁倒霉 陈龙棍倒霉 陈龙棍倒霉 还有谁跟他友谊腿 或者咋的 也倒霉了 所以这里面都是事啊 各位 你不得 你不能不得不相信命 这就是命 解题的方法在自己手里边 台湾 这个事情解决好了 这个局面就是什么 不一样了 台湾这事没解决 幺蛾子会更多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这就是 形而上的 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它就是实实在在 在这里发声 就是这么凑巧 就这么巧合 好了 就说这么多 四十分钟了 我把老病给说得 口干舌热燥了 是吧 大家能打打赏 也觉得最好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